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0号星期一啊 我们的直播开始 这个昨天的直播呀 我们讲的是啊 这个新二代这个话题 那么实际上就引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这个家天下的事情 哎 这个家天下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 那可是啊 有一定的传承的啊 可谓历史悠久 昨天那期节目播出以后啊 我们有一位热心的网友 在底下给我挑了个刺儿 他说你说的这个罪而小国啊 说错了啊 为什么说错了呢 因为他应该念戳啊 戳 就是那个戳子的戳 应该念戳儿小国 哎 哎 我觉得这个网友写的挺有意思的啊 我以前就讲 你要是到这款私人的历史小节目里来挑刺的话 应该呢 应该呢 事先做好准备工作 免得呢 没有能够精准扶贫 到底是罪而小国还是戳而小国 大家自己上网 动手搜一下 不过这位网友啊 这个能够深刻领会二十大的精神啊 戳力奋发 这一点还是值得鼓励的 那么下边呢 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 这个嘉天下 哎 为什么说嘉天下 他是一条 绝路 哎 你要说假天下 大家都能想到桂林山水假天下 假天下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谁都喜欢去看看 可是嘉天下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 哪怕就是对于那些高层人物来说 那也绝对是一个灾难 哎 这个这两天呢 这个互联网上比较热闹的一件事 就是陈家父子的事情 陈凯歌和他的儿子陈某宇 这两天甚至把陈凯歌当年的一些往事 一些老照片都给翻出来了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啊 辣眼睛啊 不忍目睹啊 那么我还记得啊 2021年有一个综艺节目 这个综艺节目里边啊 播了这么一段这个视频 就说陈凯歌这个家教很严 这个陈某宇回家呢 陈凯歌和陈宏两人在饭饭桌上吃饭 这个陈某宇呢 就乖乖的站到那里 站了一会儿 陈凯歌招呼自己的儿子 啊 过来坐下吃饭 他儿子的英文名叫阿瑟 阿瑟 这个名字起的挺好的 跟着美国的一位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 他老爹是一个名字 麦克阿瑟的老爹是阿瑟 麦克阿瑟嘛 也是当年菲律宾的太上皇 哎 父子两代都是太上皇啊 哎 可见呢 这个陈凯歌对自己的儿子 期望值还是很高的啊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桥段出现了 这个阿瑟啊 就是陈某宇 他没有坐在父母的旁边 家教严嘛 而是单腿跪在那里 啊 夹菜啊 吃饭呢 哎呀 这个节目一播出以后 整个互联网都沸腾了 大家纷纷认为 陈凯歌的家教太严了 啊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 旧社会的时候啊 这个老规矩多 尤其是这个 大清朝给带过来的那些规矩 这个子女啊 没资格跟父母同桌吃饭 啊 但要说 但要说单腿跪在那里 啊 跟父母共进晚餐或者是午餐的话 这还真是陈凯歌夫妇 给我们又立了一个传统 哎 陈凯歌的家教 很严 哎 那么说起陈凯歌的家教 我们又想起一位大人物啊 据说他的家教也很严 今天这期节目啊 也是两个播放列表 一个时事感怀 一个读书闸记 今天要给大家讲好几本书啊 这个大人物叫朱元璋啊 朱元璋 这个传记里边 专门给我 给我们介绍 这个朱元璋的家教有多严 朱元璋有25个儿子啊 除了长子立为太子 最小的儿子朱南啊 没有站住脚 剩下这23个儿子都封为亲王 封在全国各地 朱元璋对这23个儿子管教的非常严格 啊 其中这个老二 就是二儿子秦王 封在西安 这秦王 死在朱元璋的前面 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 这个圣旨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朕 封建朱子 以耳年长 首封于秦 平翻地时 和不良于德 静允绝身 有这么一段古文 有这么一段古文 那翻译成白话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是除了太子爷以外 最年长的二哥 所以我把你封到了西安 这是最重要的 封为秦王 希望你呢 能够为弟弟们做个表率 希望你呢 能够为我们著名王朝的江山 天砖加瓦 可是你这小子 完全辜负了我的期望 太缺德了 结果呢 报应来了吧 由于你的缺德 导致 走到了老子的前面 哎 就是这么一番话 也从中可以看出 这朱元璋啊 教育儿子真的很严厉 这儿子明明都已经没了 还要在这个 追封的这个 追封 嗜好的这个圣旨里边 烧带的骂两句 所以你看这个陈某宇 犯了错误以后 他常跪在他爸爸 陈凯歌办公室外边 恐怕也是得到了古人的启迪啊 这个家教真的很严的啊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那么从这个朱元璋的 这个严厉的措辞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这老二秦王 生前真的很缺德 以至于亲爹都看不下去了 其实呢 缺德的不只是二哥 秦王 剩下那些兄弟当中 缺德的也是比比皆是 这些儿子们呢 在这个南京受教的时候 当着老爹的面 那一个个都乖的不得了啊 比陈某宇要乖 因为古代年间那个礼节非常多的 一样都不能少 可是一旦 知国 什么叫知国呀 就是回到自己的封地上 立刻 都成了一个一个的 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在人民群众 在各级政府 和各级官员脑袋上 作威作福 这里边有几个突出的例子 比如说 朱元璋有一个儿子 他是 第十三个儿子 封在山西 封为黛王 这老小子 都已经很大岁数了 还是威非作歹 他经常领着他自己的几个儿子 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 到这个闹市区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自由市场上 烧杀强掠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地方官员根本不敢管 谁敢管亲王啊 对吧 就这么胡作非为啊 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小儿子 叫封为一王 封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 这老小子 更浑 这小子他有一个 特殊的这个爱好 这都是朱元璋教育的好结果 这朱元璋啊 为了让儿子们知道 这个大明江山来之不易 经常给他们批一些这个书啊 让他们读 当然都是史书 批给这个一王 这个书呢 是宋书 就是南北朝 宋齐良臣 哎 这个宋朝的 这段历史 这个一王 这小子 看书 跟一般人看书 他不一样 啊 他喜欢从反面 接受历史教训 当然这也是咱们中国 这个 封建王朝一贯的传统 他看到 这个宋书里边 宋明帝 的一段往事 这个宋明帝啊 是靠这个宫廷政变 夺取的皇位 当年封为湘东王的时候 这个刘裕啊 非常的痛苦 被他的侄子百般的戏弄和羞辱 所以他得到这个天下啊 他就想详尽人间富贵 哎 吃饭的时候 找一帮漂亮的文工团员跳舞 这个宋明帝 告诉这些文工团员 啊 你们 谁都不准穿衣服 哎 结果这些文工团员都不能穿衣服 哎 而且宋明帝 给他起了个名 管这个叫天体舞 啊 他发明的 就是天人一体 所以叫天体舞 大家想想一大队文工团员啊 都不穿衣服 白花花的一大片 哎 这个警官 就宋明帝发明的 这个一网 读这个宋书 读到这儿 他高兴了 他说哎呀 没想到啊 宋明帝很会玩啊 搞出一个天体舞 哎 这个一网在洛阳 他想了想 哎 好 我也玩一把 他也要玩天体舞 然后呢 他就领着王府的这些啊 虾兵蟹将们 抓一帮啊 这个男女老少 这个他倒不挑啊 不一定非是文工团员 哎 整一帮男女老少在一起 把人家衣服都给弄下去了 哎 让他们互相追逐嬉戏 他也要看一个啊 这个散装版的天体舞 哎 这就是朱元璋的家教啊 很严格的结果 那么 推翻诸明王朝的 是咱们的大清王朝的辫子兵们 大清朝站在明朝的废墟上 他们就开始反思了 说这大明朝为什么完蛋 就是这个家教不行 哎 我们大清朝家法森严 绝对不会重蹈明朝的覆辙 所以清朝的这个家教最严啊 关于这一点 乾隆时期有一个御用文人叫赵毅啊 他写的这个 杂技里边就有这一句话 他说本朝家法之言 即皇子读书一试 以窘诀千古 就说前五古人啊 那如果仅仅是这位御用文人 在吹捧大清朝的家教 那还不够 外国人也看到了 当时这个康熙朝 招了很多法国人和意大利人 其中有一位法国人叫白晋啊 他专门在1697年啊 给这个法国国王去信 这个信里边提到 大清朝这个皇子教育 那真的是很严格 所有的皇子都要精通两门语言 汉语和蛮语啊 也就是国语啊 他们管蛮语叫国语 而且同时要文武双全 法国的这国王看了以后都感到赞叹啊 说这个中国的东方教育很厉害啊 就这么严格 然而这么严格的家教 貌似也没有挡得住 大清朝最后的覆灭 并且更滑稽的是 我再给大家看一本书啊 这是罗振郁先生的孙子 罗济祖老先生写的一本啊 独屎杂记写的非常好 我经常翻看 他在这本书里边 有一段文字 总结的很好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他说这个明朝灭亡的时候 明朝的宗石贵族 就这些王爷啊 死于设计的 一共有二十九个人 这是有名有姓的 都是金枝玉叶 但是他们眼看这江山要倒了 他们要殉难 要殉劫 其中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南明少武政权 这个皇帝朱玉叶 他是龙武帝朱玉剑的亲弟弟 封为唐王 等到龙武皇帝遇难以后 这个弟弟呢 继承皇位 他跟这个贵王政权 就是永利帝政权 之间还发生内讧 结果被清军乘虚而入 把这个少武帝啊 唐王朱玉悦给活捉了 就这么一位公子哥啊 人家是传了好多代的唐王啊 真的是贵族啊 这清朝的将领 给他送饭 送菜 送汤 这个少武帝 一口不吃 他不仅不吃 他还说了一句话 就这句话留下来了 他说如果 他吃一口饭 喝一口汤 将来他到九泉之下 无言去见他的哥哥龙武皇帝 无言去见二祖列宗 就是明太祖和明成祖 以及列位祖宗 所以 坚决求死 绝对不受接来之时 你看这公子哥啊 活着的时候啊 虽然比较荒唐 可是到人生最后关头 他居然能挺起伎俩 面对满洲的这些辫子兵 说这么一番质地有声的话 所以这个罗继竹老先生 在这本书里边他感慨 他说朱元璋的这些孙子们里边啊 也不都是窝囊费 也有几个硬骨头啊 但是呢 他话锋一转 他说等到清朝灭亡的时候 爱新觉罗家族 没有一个孝子贤孙 为了设计 殉节殉难 没有 他找了半天 你要知道他爷爷罗振裕 跟王国为那都是齐名的考古专家呀 罗继组那是家学渊源很深厚的 深受党和人民关注的人物 结果他考证了一大堆 他说我愣是没找到 没有一位爱新觉罗子孙啊 甘心为这个江山设计殉难 那么我给补充考证一下啊 到了1980年的时候 有很多爱新觉罗子孙 找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啊 要房的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政策又发生新的变化了 哎 对这个以前的这些皇族们啊 有所倾斜 所以到今天不是经常有人吹嘘自己是上三旗出身的吗 什么湘黄旗的 什么正白旗的 这方面例子很多的 对吧 哎 但是当年那个时候灭亡的时候都不承认了 都不说自己是上三旗的 哎 而且呢 爱新觉罗子孙里边还有那么一位光彩赵人的 当然是要打引号的 爱新觉罗溥仪 活活当了日本人十几年的儿皇帝 那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呢 所以你看 大清朝吹嘘 奔朝家法之言 啊 既皇子读书一试 以炯绝千古 那绝对是千五古人 哎 这个赵义讲 清朝的皇子读书到什么程度 小孩啊 最早五岁就开始读书 天懵懵亮 就赵义这些值班的军机张经们 那还都打瞌睡 打瞌睡呢 人家皇子们已经上书房 开始朗朗 上口开始读书了 就勤奋到这种程度 可是当了当家国有难的时候 这些人都跑哪去了 一个都找不到了 这是努尔哈赤的子孙呢 哎 就这德行 所以当年朱德跟罗瑞卿说过一句名言 哎 这个罗宇先生的回忆录里边写的很清楚啊 朱德最后一次见自己的四川同乡罗瑞卿 他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他说这么大国家 就你一家子就管了 至于朱德说的是谁 我相信地球人都知道 所以从老总最后啊 冒出来的这一句怒不可遏的话 我们再看一看历史上 这个家天下的结局 这些龙子龙孙们的下场 其实也就能够知道了 这绝对是一条绝路 啊 虽然天下没有绝对二字啊 并且呢 我们其实从他们这些子孙里边 即便是出类拔萃的 比如说明朝的明宣宗 宣德皇帝啊 那是他爷爷一手调教出来的 还有清朝的清高宗乾隆皇帝 那也是他爷爷他爹 一手调教出来的 从他们两个人的外号里边 我们其实就能够看到 咱们老百姓讲的那句话 富不过三代 真的是一句常识 一句真理啊 对吧 哎 当然了 这个话题呢 我们留待啊 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接着说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 点赞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啊 加入温相会员频道 经常有更新 我们今天呢 要讲一下啊 勇为了的党史系列 哎 今天要给大家啊 会员朋友们讲一段周恩来系列 一会儿呢 会员朋友们可以上线一句 再见